嗨 各位 我是景川一 要說到極度小眾但一挖開卻又有深不見底的宅文化圈子 那我想日式角色扮演遊戲JRPG領域絕對是其中的一個大宗 各位逛電玩店的時候肯定有感受過 在那些你首發衝過去買的大廠大作 什麼惡靈古堡 人中之龍 刺客教條旁邊 永遠都放置一堆動漫畫風名字超長也算不知道什麼意思 無論如何就是你遊戲生涯中過客的系列 然而這些過客一翻開他們的歷史 我們總能發現一段又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今天準備要跟各位介紹的其中一個人選 伊蘇系列 就是相當經典的一個類子 伊蘇是日本RPG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同時也是Falcon法老社兩大門旋的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是英雄傳說軌跡系列 系列第六代 於2003年發售的伊蘇6 納比斯丁的方舟 更是拯救了整個系列乃至法老這間公司的奇蹟之作 將當時瀕臨破神的公司給一把救了起來 這次由Falcon全程監製日本突破300萬下載 睽違30年的日本國民級RPG神作 伊蘇6 納比斯丁的方舟 已經開放 預約了想知道這個遊戲 到底厲害在哪裡嗎 就好我們繼續深入伊蘇系列悠久的歷史吧 好吧 那講到JRPG我們第一個想到的不外乎就是 大地圖冒險 等級制 各四個樣的魔物 勇者 聖劍 夥伴 魔王 以及回合制的戰鬥馬 絕大多數JRPG 例如《最終幻想》《真女神轉生》《女神異文錄》《神奇寶貝》 都是來自這一血脈的系列作品 伊蘇系列乍看之下也跟他們很像是同一掛的 很多元素人家裡面也的確都有 但不說你不信 這個伊蘇系列在整個JRPG神話大戲的版圖之中 都可以說是相當的抑直 因為首先本作跟其他系列最最大的一個不同點就是 伊蘇是有一個貫穿系列至今為止沒有變過的第一主角的 也就是傳奇冒險家亞特魯克里斯丁 是的每一代寶可夢訓練家都是不同人 每一位培羅索娜主角都各自沒有關聯 甚至連每一個林克你們可能不知道 但也全部都是不同人 可是伊蘇系列劇情就是以這位偉大的冒險家 50多歲後返回故鄉 然後將自己一生的冒險 寫成的冒險日誌為設定而展開的類似回憶錄感覺的故事 嗯 頗有一種JRPG界的印第安娜瓊斯的感覺吼 遊戲的標題伊蘇也是取自一二代人家曾經去過的一座空中古代都市的名字 並且亞特魯因為有一頭超級無敵CM的紅髮 而也因此被稱為紅髮的亞特魯 這手遊中亞特魯的聲優是由斷首一哥韋育鬼擔任的 不得不說這個人到現在兩隻手還好好的在身上 真的是一個奇蹟吼 每一代伊蘇故事的主軸都是以一段亞特魯曾經經歷過冒險而展開 像在伊蘇6裡面亞特魯原本搭乘的海賊船 因為受到砲擊而使他跌入海中並被襲進大漩渦之中 而六代故事就是從他漂流到岸上被本色女主超正空靈系 虎偉妖精娘奧露哈舊下舟的旅程啦 是的每一場冒險其途中必定有一朵以上相伴在旁的花朵的 而關於這點伊蘇設計也有那麼一點特別 也就如大名鼎鼎沒到一個新地方就換一個新妹子的真心症少年一樣 亞特魯同樣也有很多很多地方老婆隨想隨用 只有一位鋼劍的硬漢多奇這個傢伙每一代都會全情登場 是亞特魯最忠實的夥伴就差沒有迷迷眼啦 好吧有點最遠了吼 巧的是這些妹子名字的尾巴都剛好有一個阿 伊蘇4的麗莎卡納伊蘇6的奧露哈伊莎又或者是伊蘇8的丹娜蘭可沙利可塔之類的 哇這四處留情的不留情程度真的是讓人想起某一個同眼也是到處冒險 差別只在人家深度交流做得比較輕一點的某藍性英雄好漢啊 欸等一下怎麼有一代服裝特別母湯了一點 在伊蘇6納比斯汀的方舟中遊戲將原作整個人是都做得更加現代化改動 雖然畫風大不相同了但每一寸戲也全都有忠實還原出來 老婆們變得更香了啦各位 重點是立繪全程LIFE2D 甚至還請到了石川游衣跟小倉圍兩位大拍聲優來分別為兩姐妹現身 哇這也是一個把尾玉桂之鴨中兩位比較有名的婆米卡莎跟羅球社最... FBI OPEN UP 等那一隻小蘿莉給偷渡進來的騷操作啊真的厲害厲害 石伊蘇系列得以為一款如此抑直的JRPG系列的第二大原因 就是在這一個JRPG紛紛從回合制轉形成動作遊戲的時代下 人家竟然是打從一開始就已經穩穩的在這塊站穩的腳步 沒錯儘管在陽春伊蘇也從來就是一款妥妥主打戰鬥系統的動作遊戲 除了其中一代莫名其妙變成橫向卷軸冒險之外 基本上四代之後的伊蘇都踩這個斜向浮視角的戰鬥模式 直到八代換成了較為主流的背後視角 八本身的表現很不錯啦 但九就有點兩極了 不過好險 伊蘇6手遊回歸到了這個大家最熟悉的高度 且除了原作亞特魯經典的傳統戰鬥法 手遊也加入了許多不同種類的職業 玩家作為遊戲原創傳奇冒險家亞特魯的搭檔 可以從戰士、法師、遊俠、刺客四種職業中選出你自己喜歡的進入遊戲 一練到40等左右呢 玩家更可以轉職成騎士、狂戰士、火法師、兵法師、風行者、大祭司還有忍者以及航海家 雖然手遊很可惜無法跟原作一樣切換不同隊友來玩 但像這樣的轉職功能多少還是提供了不同職業的玩家們一同合作打怪的機會喔 不過主線本身的流程還有地圖撇開一些順序調動其實是沒有差太多的 我得說那個還原度真的是非常厲害 像主角漂流到岸上被救下後的第一個場景 那個鏡位跟家具的擺設完美仿造的原版遊戲 細到什麼程度你們知道嗎 連地毯的花色都是完完全全一樣的 逛到主城的部分就算很多區域都因應手遊化而做出了適應多人在線的調整 可依舊在各個角落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許多跟原作如出一折的場景喔 這可正是良心還原啊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176首遊的副本任務了 本遊戲的副本任務被一概歸類在了番外任務之中 選其中的一個玩家就能探索裡面有關角色們在主線之外的故事 像這邊我給各位展示的就是奧路哈的副本任務 講述奧路哈作為聚落的巫女是如何在重大的責任 還有自己實力的不足兩者之間掙扎的心路立場 對深入角色有極為關鍵作用 但當然不只副本尤其還存在著魂卡這一設定 所謂的魂卡就是較為傳統手遊風格的召喚卡片 而在魂卡中呢就不只主要人物 連一些平時不怎麼起眼的小傢伙都會cover到 像前面我有提到每代全情登場亞特魯的唯一真愛多奇 他在手遊中就會以魂卡的形式登場 傳奇冒險家亞特魯克里斯丁 據傳在50歲完成百余本冒險日誌之後就再度出外冒險 到北極點的中途與外界失聯一般認為已經死亡 可是人想究竟又是如何呢 好吧不管怎麼樣 這位一生中留下無數段傳奇的英雄有他留下的冒險意識 我們玩家的想像力才得以辭成 今天伊蘇6的手遊將給予你一張邀請你成為傳說一部分的門票 只要各位有沒有今天講到任何一項關於伊蘇的特色所吸引就別再猶豫啦 由Felcom全程監製的日本國民級RPG神作 伊蘇6納比斯丁的方舟預約突破100萬了 現在預約就送子品少女莉莉亞 我是指定穿衣快跟我一起體驗最初的冒險吧